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欣赏我作品的时候 我都希望他们先了解这种状况 然后来欣赏 他会看这个 比较看得懂 是这样子 为世界泰斗级陶医家 陶医界的又要知识库 陶医界的终身成就奖 众多名师的导师 的陶匠 幼彩大师 范正经 是台湾幼彩磁板画的第一人 没有之一 而原先就已经是世界知名 顶级陶医家的范正经 退休后 不因此感到自满 反而鼓励自己每天进步 进而独创了生幼彩绘彩磁板画 《星际法》 尽管现年已82岁 与东森藏宝阁介绍作品时 人与我每天都在想着如何进步 持续创作 教学 而何谓幼药呢 若说土是陶匙的体 那幼药就是陶匙的灵 幼药是陶匙制作中很重要的部分 经由精准的配方 与摇火温度的控制 才能产生令人惊艳 著迷的幼色自美 范正经大师有系统的整理自己 40多年来所累积的幼药配方 协助陶医家们在幼色的运用上 有更大的突破 陶医作品不断的创新 范正经大师独创的生幼彩绘法 运用各式矿物质、常石、碳酸钙、碳酸铭、高磷土、桂石、碳酸被、氧化芯、滑石以及植物灰等等作为配幼的主要原料 再利用摄氏1200-1300度烧成 分别呈现出无光不透明、半透明半无光及透明光亮等等不同的亮度 称之为生幼,也就是基本的幼色 基本的幼色再加上适量的金属氧化物 例如氧化酮、氧化菇、氧化铁等等 便可呈现各式不同的幼色色彩 因为我们中国传统的东西 它是由化学家 就是把这些东西已经烧出来 变成色料 那么张老师他是用色料来把它化 那我不是 我是这个矿物再加上 直接加上这个金属 加了以后 直接上在这个胚体上 那么经过烧的过程 跟空气接触的多少 来决定它的颜色 从它的成分上 比方说这个配方 在这个配方我们就可以看出 某一种成分它是多少 比方说氧化铝是多少 氧化锡是玻璃籽是多少 那么其他的是多少 来决定它的温度 来决定它的质感 我一直重复的推广推广 自己无形中也变成非常熟悉 就在这个范围里面 我已经很熟悉了 利用这个很熟悉的 它这个单位 比方说这个范围 它是从1到0.001 就是千分之一 百分之一到一 这么少的成分里面 我把它算出来以后 加上去我就知道 它会变成什么质感 每一件作品 它的色彩它的质感 都有经过计算得很清楚 因为做一件事情 我一再做一再做 也一再教一再做 所以就把这些很熟悉的东西 呈现在我的作品上 也在做一切 这些是小福 也在这些东西 那是小福 提供的中心 也在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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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小福 这些东西 就在这些东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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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